新年快樂這個地方要怎麼做 第一個這個字我現在已經打上去了 類似像這樣子 總共有幾個地方要特別特別小心的 因為打字很容易 其實打字不難 但是就是怕你選錯那個功能 OK 我們來試一下 我把這個delete掉 這個圖程刪除 這邊有個垃圾桶丟進去也可以 好 那怎麼做 1選取那個T有沒有 這個T的話是文字工具 OK 你會發現文字工具有這麼多 有水平的 有垂直的 那當然我們要的是什麼 垂直的嘛 所以記得1請你選垂直的這個文字工具 OK 2的話呢 記得 請你把一個面板打開 這個面板是隱藏的 這個打這個1嘛 第二個請你找到這邊有個面板 這個面板的話呢 記得一定要打開 因為如果面板沒打開 上面的功能比較不好找 因為它所有的設定呢 都會躲在這個面板裡面 展開來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這個面板 裡面的話呢 大概有幾個選項 我們要改變 因為那個考試的題目裡面有講到 我們由上到下跟各位講 第一個它要標開題 第二的話字的大小20點 另外的話呢 它的那個 這個字的寬度 我看好像有提到就是說 它要是90嘛 然後間距是440 所以呢 特別注意哦 我們這個地方就按照它的需求 還有顏色打上去 1 2 3 4 5個選項哦 所以呢 5個選項的話呢 那我們就分別做 1 2 3 4 4 4 5 就是這個顏色 顏色它就是 25 3 20 8 0 這個選項哦 因為我就不記了 我就直接打上去了 好了之後的話呢 那你接下來就打那個 新年快樂 四個字上去 OK 所以哦 特別注意哦 總共有幾個 第一個啦 這個可能要先垂直的 然後把面板打開 這個是1 這個是2 這是3 咦 沒有 應該是這樣 再重來一次 這是1 這是2 這個哦 OK 這是3 這是4 最後5的話顏色 OK 所以五個地方只要對的話 沒問題 再來就打字 字的話 點這邊一下 然後開始打 新年快樂 好 Enter就可以了 那你會發現呢 字就放上去了 有沒有 字就新年快樂 但是哦 你會發現好像有一點不太完美 為什麼 好像那個背後那個春聯有點間距太大 所以這個時候你可能要再調整 要不就是說哦 你調整那個啦 就是底下這個春聯 那第二個 所以你要選第二個 就這一個 把它往下拉一下下 讓它可以 剛剛好 第一個 先點這個圖層有沒有 把心放上去一點點 讓它可以剛好對齊這個字 要不就是要把這個字 再拉過來一點點 那有的時候如果不好移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用那個 鍵盤 上下左右去移動它 反正呢 最後就是說要把這個字 盡量就放在什麼 字結合那個 背後的這個 有點像春聯的東西 把它放進去 OK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最後 一樣哦 今天的練習 請各位一樣做兩個檔案的儲存 第一個的話一樣存成PSD檔 其實把它蓋過去好了 或者乾脆你加個底線 底線2好了 這樣會把它區隔 OK 底線2好了 OK 按儲存 然後再來的話一樣哦 記得把它另存新檔 所以你角角就角角兩個 一個是PSD 一個是JPG 所以這個是JPG 然後按確定 這樣就OK了 然後 試試看哦 因為下一堂課 就給各位練習 就是做兩個重點 變化 就是這個地方的變化 那這個是網路上自己去找字圖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背後這個 那當然你不一定要是這個顏色 或者後面你假設不喜歡菱形 你做個圓形 但不要太怪就好了 不要一個好像是變成這個什麼 就是 像其他的 反正也就是說做OK的效果 那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所以今天的話主要就是 應該以那個文字效果為主 OK 細節其實蠻多的 你只要不要做錯 我想應該就可以做出它要的效果 再來就是熟練它 OK 像 可能比較容易做錯的就是那個 塗層吧 你塗層 另外就是那個檔案 檔案的存檔 記得就是存兩個 一個是PSD 一個是JPG OK 試試看哦 好 mówi 我 aro